5月14号,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消息称 2015年3月至今,经过对四川成都、新川创新科技园项目10.34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的考古发掘 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新时期末期居指遗存和6000余座古代墓葬 墓葬遗存年代延续跨度长达2000余年 该考古项目领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佐志强介绍 出土墓葬类型主要为崖墓、盐坑墓、砖世墓等 年代自战国至明清时期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有超过6000座墓葬 从战国、汉代、秦代、唐宋时期的一直到明清时期的 就各类的墓葬,包括有崖墓、砖石墓、盐坑墓各类的 然后现在出土的这个珍贵文物数以万件 有各类材质的,有陶的、铜的、银的、石质的等等等等 据了解,本次考古发掘还发现了罕见且保存完整的汉墨三国崖墓 佐志强介绍,由于汉代墓葬后葬成封 常遭盗墓贼光顾且不易保存 故有汉墓十世九空的说法 而该墓葬保存完整 随葬器物数量多达86届 琴笔多达数百枚 十分罕见且意义重大 然后这是一座没有被盗的牙墓 所有器物的都在原始位置 而且里面也有像朔苍永 包括摇钱树等等这个珍贵的文物 佐志强表示 该墓葬将助力未来四川地区六朝时期 考古学文化序列构建探索 有利于从考古学角度 复原出史籍五载的汉墨三国属地 牙墓丧葬行为仪式及观念 另外 从中出土的刘金还手同刀 说唱永 仙山座 佛像摇钱树 彩绘持顿永 彩绘桃楼的精美文物 都具重要文化 历史价值